很多人都不能够理解啊 日本现在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刚刚上台之前呢 大家都说他是个鹰派 是个保守派很强硬 在上台之后呢就迅速啊 就先来北京跟中国搞好关系 哎大家觉得这人很奇怪 但同时呢 他另一方面呢 对靖国神社问题啊 自卫队问题啊 日本宪法修正的问题呢 又提出一些看法 可能是很多人中国人不能够接受的 那么觉得日本人 为什么老在那边喊着什么正常化国家啊 什么国家要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呢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要了解这个人 他的想法 还有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欢迎他 支持他 哎 起码也是当时有部分人支持他吧 现在听说他声望已经不大好了啊 我们给大家介绍这本书 就是安倍晋三 在刚刚当首相的时候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迈向美丽之国 那么我手上这本呢 是刚刚台湾出的中文翻译本 是台湾的陈粤文翻译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呢 一开始呢 就先提到他的家族背景了 我们知道安倍晋三呢 在日本也是个政治世家 他的外祖父啊 他就叫祖父 是岸信介 是日本战后的第一任首相 那么也是呢 当时被怀是战犯之一的啊 但是给美国占领当局释放出来 他的爸爸安倍晋太郎 曾经当过外相 就是外交大臣 那么这里面就说到啊 提到一点 他说很多人说他是保守主义 他说没错 我就是保守主义 保守有什么不好呢 他就说他小时候啊 成长的时候保守的确是不好的 那个时候呢 美国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说六七十年代 跟日本重新签订这个安保条约 就提出美国呢 要在日本派兵 怎么样防护他们安全经济合作 但当时日本很多左翼的大学生 都很反对 最高峰的时候 有三十多万人去围着他的祖父 就是岸信介的官邸 就说这人是卖国贼 让美国派兵在这 而且呢 那些人就很讨厌日本呢 总要跟着美国走 那么很不满意 结果小安倍呢 那时候就在孙子 在爷爷面前 也在家里面跑来跑去 反对安保 反对安保 那么喊 那么他爷爷就看着他笑 那么证明说 从小他就有体会 什么叫保守 他说很多人就说保守呢 就是像他祖父 或像他爸爸这样 那么明完不灵 那么对历史不负责任 那么守旧 而且还老要听 美国老大哥的话 他说不是 他说他现在发现保守 就是不但要对现在 未来的人负责 也要对过去的人负责 换句话说 我认为对日本 长达百年千年的历史中 累积编制而成的传统 要有更慎重 更小心 更熟虑的理解之心 这是所谓的保守精神 就是保守日本传统 那么这个日本传统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在现实政治上面 就表现在他们 为什么现在修宪了 他这边说了一个东西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 他说现在日本这个自民党 就是这个执政党 战后以来长期执政的 这个自民党 他说当初的结党精神机 就是要制定自主宪法 什么叫自主宪法 就现在日本的这个宪法 是当年美国占领当局 帮他们写出来的 而且我以前也在这节目说过 原版是用英文写的 一个国家的宪法 是人家用英文写 给你写出来 你再翻译回去 那么当然他们就很不爽 所以自民党 一开始立党的精神 就叫自主立宪 自主立宪 但是问题是 他说发展到今天 很多人已经忘了这一点了 所以他现在坚持修改宪法 他觉得他反而是 回到了自民党的立党根本 这才叫做有保守主义 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 跟自己国家传统 那他们这个国家传统 还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最关心的 日本怎么看待历史问题这一点 安倍晋三在这边又指出一点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日本呢 当初也给列强扣关过 但为什么没有像中国那么惨呢 他说他认为只是运气好 日本没有给割让领土 只是运气好 那么日本呢 躲过一劫之后呢 那么但是其实当时日本呢 在他看来啊 也是这个上权辱国 虽然不用像清朝那样割地赔款 但是当时所有来日本的外国人 均享有治外法权 日本连关税自主权也没有 所以当时日本是也跟外国 欧洲欧美列强签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那么他说当时明治时期 日本人要改正这个不平等条约 费尽很多力气心思 那么到了后来呢 他说呢 真正使得日本能够抬头挺胸 跟美国平起平坐 让美国废除对他的不平等条约 恢复关税自主权 你猜是什么时候 就是打了日俄战争之后 就赢了俄罗斯 所以你看 你从这些话你看到啊 就原来安倍这个想法 或者他代表某些日本人的想法就是 这个他们这个国家 当年是被人侵略 被人压迫 他真正自主的时候 就是透过战争 能够战胜其他的强国了 比如说第一炮先打赢清朝 第二炮打赢俄罗斯 人家才会承认你 所以他一直觉得 我如果不想被威胁 不想被殖民 不想被侵略 我就要先去打 我要打赢了 我才能够立足 这是变成他们的一个小传统了 已经 这里面呢 又提到靖国神社问题 他说呢 很多人批评 这个小权时期 老去参拜靖国神社 他们这个首相 他说这个总理总局参拜靖国神社 这是不对的 那么他这也反驳 他怎么反驳呢 他说 日战后日本领导人 譬如小权首相 可有下过侵略邻国的指令 可曾试图拥有攻击 他国的长距离导弹 可曾核武装 可曾压迫人权 可曾限制自由 可曾破坏国民主 答案是以上皆非 再怎么看 现在的日本都和军国主义无缘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也是日本政客常讲的一句话 就他们拜靖国神社 他们恢复自卫队变成军队 不表示是变成军国主义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一个国家 真正会变成军国主义 那是因为那个国家会独裁 但如果一个国家不独裁 比如说像日本 有民主 有新闻自由 有保障人权 它是不可能发展成军国主义的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回应 但是说到最后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你看得出来 他那种保守精神 他讲究对日本的传统的爱 有时候是抽象的 这种抽象的爱 是能忽略很多现实上一些细节 而那些细节其实是很致命的 比如说这里面就说 说到呢 60年前 在日本的鹿尔岛县 有这么一个飞向冲绳的 鹿军特别攻击队 第55队的一个少尉 开飞机的 他在日记里面写 他说当时呢 已经是日本快要战败的时候 他这里面就写 他要怎么样装饰死亡 才能够高洁而美丽的死去呢 每一天都是迈向死亡的里程碑 我的心耿直不变 想起受过种种的恩惠人情 我就有思念不已 而且他还说 为了要打 只要打赢这场仗 日本就能成为和平而富足的国家 那么安倍写这番话 描述这番话之后 他的感想是什么 他说 你看这些人很可敬 他们不但明白 而且能够区分公与私的感情 面对死亡 思念心爱的人 同时又祈祷日本 国运苍隆 正是由于他们奉献了宝贵生命 才有今天富足的日本 这样的一个历史观 就是他所谓的保守的历史观 如果安倍首相 总理是用这样的一个历史观 来跟别的国家 亚洲国家做交涉的话 不知道别的国家的人民 百姓会怎么样去想 接着为您播出 好日子时事快报